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主要来聊的是就是被拒绝这件事 但今天主要的视角是以一个女性视角来跟广大的男性朋友们去聊一下 为什么你们会被女性拒绝 甚至可能有的人是总是会被女性拒绝 ok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想今天聊这个话题啊 就是因为我最近其实看了一个 他算是一个实验性的游戏 然后是关于speed dating的 然后他简单来讲一下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会叫一些陌生的人来 就speed dating嘛 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 然后就可能对方是个男的 然后他就过来了 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机会是进行一个不长于十分钟的对话 那在这十分钟的对话之间 如果任意一方觉得对对方不满意 就可以去拒绝对方 拒绝对方的方式就是这两个人中间 他会有一个button 然后你可以去push the button to reject him 就我看了这个东西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我会发现在这个游戏中 男性被拒绝的概率要比女性高得很多 就感觉通常这个男的可能都没怎么说话呢 然后他就被这个女的给拒绝了 所以我今天其实还挺想聊聊 关于男性被女性拒绝这个事 就通常可能男性都有这种情况 是一头雾水的就被对方拒绝了 或者是可能他总是经历被女性拒绝的这种事情 总在他的身上发生 但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游戏 男性跟女性其实是有同样的机会去拒绝对方的 但通常情况下都是女人先去拒绝 然后且他其实拒绝的理由千奇百怪 所以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 女人更难被取悦 相对比于男人而言 或者说就是在一段关系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 女人她的条条框框 她的要求是很多 很复杂 甚至是不合逻辑的 这个我很承认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事 那OK 那我们就先说究竟为什么会被拒绝 其实我大致分了三个方向来讲啊 那第一个方向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她对你的外表外形不感兴趣 就这么简单 那其实每一个女生 无论她是不是有过恋爱经验 或者是跟一星有过交往经验这一些啊 她自己心中都会有一个理想型的样子 所以当如果可能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追求者 或者是她身边出现了一些有可能发展的异性的时候 她其实是潜意识里会和她的那一个脑海中理想型进行对比 然后去做加减法的 所以其实女性会通过第一印象 或者第一面的感受去拒绝一个人 通常拒绝这个人的原因会很肤浅 比如说她太胖了 或者她太矮了 或者她的声音不好听 或者是不喜欢有胡子的人 或者是不喜欢头发太长的男孩 或者她打扮太丑了 或者就是她纹身太多了 或者就是我就是看着她我就没感觉 我就不喜欢她不是我的菜 就这个是女生通常最容易去拒绝男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就是你并没有在外表上去吸引到对方 但是其实聊到这 我很想为女性辩解一下是什么 那就是看似在挑人的这个前妻过程中 女性可能更加的peaky 她可能要求更加的多 或者她的要求更加的细化 但是并不代表着男生不peaky 其实我承认女生在前期决定要不要 或者说是否可以和这个人有一定发展的这个时间段 中她会非常peaky 但是男生也很peaky 只不过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他peaky 他很挑剔的时间点是不同的 女生是在我们决定要跟你有进一步发展 或者我们决定要在你身上投入更多时间的情况下 会很peaky 会很挑剔 会去做层层筛选 但是男性往往是在当他得到了这个所谓的吸引了他的这个女孩 从他身上得到一些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后 他才开始变得peaky 这个是我会觉得男女在这方面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男生在我看来他很容易第一开始可能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或者是他的一个look 或者哪怕是他的一个细节 就会对这个女生产生了一些兴趣或者是好感 以至于他可能不会在乎很多其他细节的东西 就我个人而言更甚至我会觉得男生可能他不会有一个固定喜欢的一个女生模式 就是可能在他印象里就是分好看和不好看 然后好看又分很多不同类型的女孩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女孩他都可以尝试 只要他有机会 只要他能吸引到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男生他在前期不会想很多 他就是可能就注重当下是不是开心 更或者就是注重当下他的那个身体告诉自己 他对这个女人是不是感兴趣 他是不是很想拥有这个女人 他就会通过这些东西去盖过更多他理性的一些东西 以至于他在这个时候 他在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时候 是不会太过细致化的去筛选 这个女孩到底适不适合他的 他只会在得到这些东西之后 才开始一条一条的去感觉 他怎么怎么这样 他怎么怎么这样 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女生可能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这可能通常就是为什么 女生可能在情感中更多的是受害的那一方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层层挑选之后选择了你们 但是你们是在得到了我们之后 才开始去挑剔这个挑剔那个 当然我说的都是很个人的一些点啊 就是也没有特别多去指责或者说去有一些什么误导性的信息之类的 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一个感受啊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男人跟女人都是同样挑剔的 只不过我们挑剔的时间点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老是觉得女生难搞 或者女生怎么这么斤斤计较之类的 其实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很picky 然后我也很承认我自己也非常的picky 而且会很个人化的一些点 而且这些你所挑剔的点 你筛选的这些条件都是会随着你的这个成长 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比如说我之前是很喜欢长头发的男孩 但我现在就不太喜欢长头发的男孩 反而我现在很喜欢圆寸的男孩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男生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他背了一个双肩背包 还穿了一条牛仔裤的话 就完全就再见吧 就是这是我完全不喜欢的一种打扮 还有很讨厌男生 就是小手指的指甲会留着很长 就反正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点啊 就让你完全对一个人就再见 就是那种完全不想再深入交流 完全不想 而且我对于男生说话的口音 也会很挑剔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点啊 我发现这个是很多女生都在意的 就是这个男生跟你在一起 尤其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他的那个姿态 他的形体 我会发现这个人 他有没有自信 或者他的气场是怎么样的 就通过他走路一看就看出来了 就很不喜欢那种 有男生走路就是感觉很不自信 或者很不大方那种状态吧 就简单举个例子吧 就说一下一些在外表上我不喜欢的点 反正每一个女人都会有自己在选择异性中 对异性外表的很多很多细节 他不说而已 他自己都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莫名其妙被拒绝的 就是因为你穿了个什么衣服 或者是你的一个举止之类的 就是这样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这些physical attraction 就是个表象嘛 它其实就是在影响你对一个人第一印象的一个状态而已 但是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你和这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话 他也不会因为一看到你就觉得 你哪些点让我讨厌了就再见 因为毕竟你们是要约出来一块 比如说喝个咖啡聊个天什么的 所以你们还是有机会聊天的 所以其实对女人而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自己内在的这些性格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吸引他 就如果一个女生拒绝你的话 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觉得你的个性是不吸引他的 就是你并没有在情感上很吸引他 就简而言 这就是对女生而言 emotional attraction是大于physical attraction的 就是如果你的个性 你的人格魅力足够吸引到他的话 即使你的外表有一些他不喜欢的点 他也可以完全忽略掉 就我也是这样的 就我之前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 然后他的外表其实完全不是我的菜 但是他的脑子就很吸引我 就是他的他的才华 他的一些他在精神上是非常吸引我的 所以以至于外表的一些所谓是不是你的菜 也没有这么重要了 其实当然聊到这个人格魅力这个问题 大家最最最多来问我的就是如何可以顺利的和女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当然这个就其实是分线上和线下嘛 就比如说你先是用apps认识的话 就是怎么从在apps上聊天 然后再到加微信聊天 再到线下见面 对吧 就有很多人来问我这个过程中如何可以和对方有一个非常畅快的沟通和交流 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会出这个视频我肯定会出的 I promise OK 但今年这期也不打算讲这个内容啊 就是我我肯定会出的 就是会告诉大家你们在线上聊天的时候 你做哪些哪些事情女生绝必就是会粉白眼 或者会觉得很下头这些 我会出一个非常详细的一集视频来讲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跟这个人如果没见面的话 你是可以有一些避雷的方式的 但是一旦你们有线下的一个见面的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即使我给了tips也全要看你自己啊 因为毕竟你是你的一个人去和另外一个人面对面就要沟通的 我不希望是你要去fake一个personality去和对方沟通 那我会觉得很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会给到一些建议 但是他更适用于线上 真正你自己跟对方来不来 点那还得看自己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 很简单的就是你要主动一点 你明白吗 就是我也遇到过那种 这个男生就属于 你只要跟他聊天 他秒回 或者你只要怎么怎么着 他肯定配合你 他肯定会给你一个反应 但是他不会主动的去要求你干些什么东西 当然这种反应在我的眼里全都被归结于他对你没这么感兴趣 他有别的目标 因为我始终都是会觉得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对你感兴趣 他肯定会主动让你出来 他肯定会想见你的 当然我不排除有那种可能这个男孩他就是有一些害羞或者怎么着吧 我不管 反正就是反正 但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女孩有很大兴趣的话 那就主动一些 尤其是在你们还没有见面的时候 然后你们在线上聊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只要女生还给你回复文字 就是还有文字回复的话 就证明你们的这一个conversation是可以继续的 只要他没有给你发那种非常尴尬的sticker的话 你懂吗 就但是我发现通常男生就是感觉 他自动就会觉得这个话题结束了 我也不知道说啥 那就这样吧 但是通常结束的这种状态是 女生其实最后说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打了几个文字之类的 但是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就没了 你就没有任何回复了 我非常不喜欢这种 这种在我眼里就视为你没有回复我 我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你可以 你都可以发一个sticker 作为这个话题的结束 你懂吗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了 在我眼里就是 你没理我 你没有回我信息 你对我没这么感兴趣 那就这 我会这样 尤其还有一种很讨厌的就是 比如说你在app上加了一个人的微信之后 加了之后这个大哥就我没再跟你说话了 这种人一般第二天我就会删掉 因为我会觉得那你叫我干嘛呢 你也不说话 你等着我说什么呢 对 我不管你们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男女不平等 但这种事情上男生就是要主动一点 你不主动的话 选择这么多 你不争取一下 那就再见呗 对啊 所以通常男生还是主动一点吧 如果你真的是想跟这个人发生点啥的话 OK 但是其实我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会被拒绝啊 但是怎么讲啊 被拒绝其实是很正常的 很普遍一件事情 我们都被拒绝过 无论你自己有多优秀 或者无论你曾经被多少人追过 你总有被拒绝了这么一次 两次 几次 就每一个人都被拒绝过 所以 我其实最想说的是被拒绝没什么恐怖的 被拒绝也不需要逃避 也不需要对自己有所质疑 但是我片头说的那一个 所谓的一个speed dating的那个experiment 里面其实有一个女生 她拒绝别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她说是因为她感觉到对方要拒绝她了 所以她要先拒绝对方 我会觉得这种方式太 没有意义了 就是你仅仅是为了面子上 不被对方拒绝 就先拒绝对方 就先伤害对方 当然也谈不上真的是伤害到啊 但是就是这样去做的话 有点自我逃避的感觉了 反正我会觉得没什么必要啊 我会觉得当你遇到拒绝的这种时候啊 很正常我们都是人嘛 那第一感觉肯定就是会失落 会有一些不开心 然后会想一下我做了一些 哪些事情可能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发生 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会想 我们都会难受波动 对吧 但是这些过了之后 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心态调整 就是我会觉得就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的 但是当你经历过这个事之后 当你有过思考之后 你不要过分的去怀疑自己 质疑自己 或者说你没有勇气在做其他的行为上的一些举动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 有的人会非常纠结于为什么被拒绝 纠结于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更甚至可能会将责任归结于我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问题 当然一个巴上还不想啊 就是你被拒绝 或者你老在同一件事情上被拒绝 一定程度上肯定你自己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但是正如我说的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需要去自我反思一下 可能你哪些地方做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然后你去评估你要不要改进 你愿不愿意改进 而不是说你就出不来了 或者说你就会自我质疑了 因为你知道吗 在我看来最不应该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因为别人的一个反应而质疑你自己 你懂吗 就是我一直在说的是 你自己要建立自我循环 你的自我循环不应该受外界任何事情的影响 外界事情可能会给你一些反馈 或者给你一些指引 但它不会是决定你状态的唯一的一个因素 你懂吗 就无论你周围发生多少恶心傻逼的事情 你都不要质疑你自己 你明白吗 反正简而言之就是我不希望因为被别人拒绝 而导致你自己进行自我质疑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可以进行自我反思 可以进行自我思考 然后做出调整 但是不需要去质疑你自己的任何 好吗 当然然后其实我个人其实会觉得 被拒绝是一件好事 我不知道算不算我的谬论 但是我始终觉得拒绝其实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机会 我会觉得被拒绝这件事情 首先就是你能够从中看到一些自己的问题 再其次就是被拒绝 在我看来就是老天爷帮你筛选掉了这个人 老天爷的告诉你这个人也不行 就是我最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就我会相信会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会帮你做选择 当然你自己也在做选择 你懂吗 就是会给你一些sign 我最近很看重这些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被拒绝其实再给你另外一个机会 再给你开另外一扇门 所以我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通过来聊 所谓男生可能总被女生拒绝 或者会觉得女生比较的事儿逼呀 或者是斤斤计较啊 这些事儿来聊一下 男女其实在评判对方是不是适合的时间点上是有一些不一致的 与此之外就是想说被拒绝没什么大不了 而且最逗的就是当你真的遇着了那个所谓可能你很爱的那个人的时候 你的所有规则 你的所有要求 你的所有限制 你的boundaries 你的界线边界会全被打破的 你相信我 最后就祝大家都能生活的开心 也祝大家都能遇到自己想要遇到的那个人 我不管是什么形式方式 性别 年龄 whatsoever 希望你们可以遇到然后都能够开心的生活 反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对啊 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就下期我们再见咯 Peace